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温道家庭教育協会执行长钟欣颖 大家好 我是桃园市巴德金字馆馆长黄胜尧 我认为生命教育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 它是从小的树木 然后到大的关于生死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议题 最重要是让孩子学会尊重 以我第一线的工作者的角度而言 生命教育最大的使命就是让孩子学会如何去爱 我们觉得只要孩子的心中有爱 他未来生命中的任何阶段都不会有阻碍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联合报的医药记者邱淑玉 最近几年我们都谈关于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不过其实把这样子的话题带到家里面 大家好像还是会有一点别扭 更何况是和小朋友来谈的时候 会有一点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那这次细绢病主中心就推出了三本绘本 它是以可爱的动物角色跟童虚的插画 来去引导我们大人跟小朋友一起去共读 然后也是来谈到关于生命的意义 我们这次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第一线的亲子教育工作者 一位是温刀家庭教育协会执行长钟欣颖 以及身为两位孩子爸爸的桃园市巴德亲子馆馆长黄胜瑶 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如何将生命教育的理念带给小朋友们 欢迎两位 对我们现在其实都谈到这个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啊 因为很多人都说要从小扎根 但是这样子的对于小朋友的未来跟他们的发展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一般我们提到生命教育好像听起来就是很严肃 然后讲到一定要生根子 但实际上生命教育它是一个非常生活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到今天太阳会出来 小到可能就是你身边小种子的发芽 然后甚至是你养的可能宠物啊等等的 然后甚至各种你身体的某一部分 它其实都是生命教育很重要的一环 对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希望能够在甚至学前的时候 其实会透过各种方式来推生命教育 就是因为让孩子回归到个最重要的是尊重 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个体 所以尊重才是我们这个生命教育重要性这样 对 不管是任何的阴体想到生命教育 其实不管先别说小朋友 其实连我们大人有时候都觉得是很沉重的议题 那其实我们都如同知性上讲的 我们把它回归到最原本的尊重去着手的话 其实也可以让小朋友 就连学历前的小朋友 其实都可以轻松的去了解去认识这块的议题 那我们这次其实病主中心也推出这三本 这个可爱的绘本 我们今天第一次就是小红机器人这个讲故事的活动 小朋友看眼神都充满的热情这样子 活动结束之后其实还蛮好奇 我们对于这样子因为毕竟是气捐这个比较生硬的主题 我们小朋友大概要理解到多少这样子才算是可能他们真的懂吗 这样讲 其实我想很多大人应该对于气官捐赠 其实都还有很多的不确定跟不清楚的地方 那当然我觉得也很感谢跟开心 从一开始知道有这样子的计划 要做成这样子的绘本 因为透过有专门的这个绘本的创作者 他其实已经把这样子的概念转化成一个很基本的 像刚刚提到的尊重 包括还甚至还有你有一个选择权 其实就是接下来除了这一本之外 我知道还有病毒中心还有推的两本 其中一个是病毒法的这一块 就是孩子他知道他的身体 他是可以自己有权利 当他是准备好的时候 他是有权利可以去选择为这个社会 或者是为另外一个人去付出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回归到这个就好 那所以我觉得也很棒的是 这本绘本他转化成是一个小红机器人的这样子的方式 把他身体的一部分能够在他离开 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把他的身体机器的一部分分享出来 那透过机器人好像大家会觉得会比较安全一点 而不是一个人的生命 真正好像活的人来去把器官捐赠出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转化上面 孩子其实他能够慢慢能够理解 但是至于未来他要不要做这样子的选择 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权利的一部分 那我们在做亲子教育 其实就分两个层面 一个是对家长的呈现 那另外一个就是对小朋友的 希望他可以理解到的程度 那其实像刚刚执行长讲的 其实是后续我们希望家长可以去慢慢去理解 然后去发想 以及之后再慢慢引导小朋友的部分 那至于孩子 那其实我们这次很开心 他们已经用玩具的这种方式去做呈现 其实也是小朋友已经很好去理解的东西 那在如何去把转变 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让小朋友理解到 任何的玩具 其实除了要珍惜玩爱惜之外 那如果真的有零件坏掉了 都不要轻易的放弃它 也许如果对换不同的零件 或是稍微做个维修 他们就可以再赋予这个玩具新的生命 或是新的功能 那其实我们只要让学龄前的小朋友 能够有这样的理解跟认知 我觉得就已经有达到我们想要呈现的目的了 了解 所以其实刚刚馆长在讲 其实大人在看绘本的同时 其实也是一个自己的反思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透过导读 大人其实也能学到蛮多的自己这样子的议题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绘本创作 它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不是 其实绘本它不是只给小孩子的 它是大人 所有的人都可以透过一个好的故事 然后好的图像 它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反思 所以我其实还蛮推荐 跟蛮喜欢这一套绘本的出现 嗯 而且我们这次的那个 那个在 在演讲的故事的过程中啊 其实我们看到也很多那个道具啊 其实都出来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除了在讲绘本的时候 也要再多注意一些这些可能 这个让小朋友可能更吸引他们的一个创意这样子吗 嗯 我是觉得如果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好的绘本 它其实不一定要那么多的道具 但是当然如果有一些 因为讲述一个绘本的时候其实方法很多 对就是比方说 当然就可以用演戏的方式啦 那像我们亲子馆 当然馆长这边有提供的 我们刚才的活动是用比较是活泼演戏 然后甚至是互动的一个方式 但是也可以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面的话 其实一个 嗯 因为绘本它除了文字之外 它还有图像 那就是好的图像 它其实里面就有非常多的 小的细节是可以带着孩子 比方说你可以看一看机器人在哪里 然后它的东西 什么东西在哪里 有什么动物在那个上面 对 然后如果再大一点点的孩子 可以跟他在完整的这个故事结束之后 可以带他回溯一下就是 哎 那你刚刚听到了什么 然后那你的感觉是什么 如果你是机器人 你会做什么决定 所以其实可以把这个故事结束之后 再去做很多的讨论延伸 对这个也是你在 家长在使用这个 相关的一些或是好的绘本的时候 都可以做的事情 嗯 以我们馆的风格 我们除了的故事呈现 我们会用画面呈现之外 也会用很多道具 然后其实也是希望让小朋友 也可以用触摸的方式 那一来其实我们也是 我们最近这几年很强调的 融合式的服务 我们希望除了一般的小朋友之外 我们也可以尽量服务到各种 各种情况或是特殊的孩子 他们如果没办法 比如说有些可能有听力障碍 或是这类的亲子 他们也可以透过画面或是 直接手实际去触摸的方式 他们也可以加深小朋友对故事的认知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尽量做到 可以让符合所有各种族群 或是各种类型的亲子 怎么都可以把我们的故事传达出去 这么多就用这样的方式 了解 所以我们大人其实在接触要导读的大人 我们是不是也要先去先了解这样子的议题 然后再来跟小朋友分享 会更清楚的脉络这样子 我会鼓励大人就是也就是当然 因为这个是这个系列的这三本绘本 它比较是很明确的主题 在当初的创作的时候 也有很明确的主题再去做这件事 但是其实也不用那么紧张 对就是因为最重要的是 其实反而是希望大人跟孩子一起去分享 一起去认识就是一个绘本 透过一个绘本认识一个世界 或者透过一个绘本认识一个议题 对所以我觉得大人跟小朋友 其实可以一起的 对对对 不用那么紧张 所以一定要先做好满满的功课 然后再去讲这样子 就是平常心 对对 而且有时候你在跟孩子一起共读 这就是我们说的共读这块 跟孩子一起讨论的时候 有时候孩子的一些经验 甚至会觉得会惊艳到你 或者是给你一些新的看见跟想法 所以当然家长在选择绘本的时候 他当然会是第一个把关的角色 对但是再来就不用那么的担心 那么的紧张说一定要给孩子学到什么 对因为是真的你经过把关之后 一个好的绘本一个不错的绘本 它可以产生的讨论论述 其实是会很多的 就是让绘本带着我们一起的 没错 尤其像这种比较深奥一点的主题 其实家长其实真的不用有太多的一些想象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年龄一样 放在跟小朋友同样的位置 一起看一起读 那小朋友他所接触的东西 跟大家所接触的东西 也许看的层面不一样 但是在共读的过程中 其实也会有激发出不同的想法 然后以及家长跟小朋友在互相讨论中 也会有再延伸其他后续的事情 我觉得这都是生命教育的一块 嗯 没错 所以也是要来问问看我们执行长跟馆长 这个绘本啊 因为这次生命跟其他的生命教育的绘本不太一样 你两位会认为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角色 尤其是有两位小朋友爸爸的馆长 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或许说其实我今天看完整个故事 我会觉得我个人今天 我会觉得最感动的是 那个愿意捐赠出他玩具零件的那位小朋友 因为其实我们都 因为我自己有小孩子 我知道我们要教到孩子去学 光要学会分享 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 尤其是故事的小朋友 他不只分享 而是他整个把最重要的那份零件 就让给了我们的主人公 让他的小红机器人可以回复正常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今天是我 我带我的孩子去导读这本绘本的时候 我也许我会在这一块 我会在额外的再加深说 我们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很多人 有充满了爱情 愿意去分享才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的描 也许我会再多加这一块去把它延伸进去 这样子 对 执行讲有没有特别的那个角色 让你觉得充满影响 我想我跟馆长是一样的 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开始的一个设定的小朋友 其实对于 还有就是这因为他这个故事是真的非常生活 对就像刚刚馆长说的 他其实就是小朋友玩玩具玩坏了 那我们过去其实就是习惯就是丢掉 对但是可以有人愿意去提供这样子的零件 然后其实这个就是孩子很生活 就是根本都还不用谈到生死这一块 他就是玩具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整个的 其实整个的故事都已经是让我觉得他可以用这么轻松的一个方式 让孩子跟他的生活没有脱离 然后可以又甚至去谈到一个是背后的这个选择尊重的这个议题 对所以是我真的觉得蛮开心的 所以真的是从生活面就是其实可以来好好的谈 这样子也不用特别真的是很慎重的讲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对那最后是也还蛮好奇就是我们可能谈到国外啊 都会觉得说国外在谈生死好像更轻松吗 或者是更比较不会那么就是恐怖的感觉 但其实台湾在这一块反而把国意上面非常走得前进 对还蛮好奇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尤其是两位在这个幼儿教育上面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生命教育对于幼儿这一块的经验 是是那因为这个有之前刚好有参与到这个这个绘本的一个企划的一些了解 所以他们其实做了非常多充足的准备 然后让我也知道说原来在台湾在包括在这个生命教育 然后还有就是尤其是这个病毒法 然后相关还有安宁的这一块 其实走得非常的前面 是不输给我们所谓的欧美 或者是甚至在亚洲的一些的排名的 对那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契机 所以才会病毒中心这边才会有这样子的开始 希望说把它更杂根更落实到小朋友的身上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系列部分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好像都不够好 其实台湾在这一块是做得不错的 然后还有就是像刚刚回到我们刚刚一直不断在讲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尊重生命这件事情 然后现在还有就是台湾现在也在很努力的在 透过不同的单位在推关于儿童权力奉约的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它也回到的是孩子 你相不相信孩子他是有能力去为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身体做决定 对当然我们因为刚好今天的讲故事的孩子 因为我们是亲子馆里面的活动 所以孩子会年纪比较小 然后好像觉得是说孩子好像还没有准备好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 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种子 对让孩子知道说 我们当然也是要尊重自己的身体 然后知道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但是未来如果这个社会需要你的时候 你能不能为这个社会做一个贡献 除了去当我们可能常讲去当志工 或者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但是其实为别人去做一个 就是你可以给出你的在一个决定下面 你的做一个器官捐赠这样的决定 其实你也可以带给别人一个新的希望跟生命 对这个就是 其实它就是一个未来慢慢一点一点在做的事情 嗯 那其实也透过这次的经验 其实让我们了解到 其实生命教育其实我们可以用很简单 或是小朋友他们生活就能够得到理解的东西来去做呈现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后续我们其实对应 我们之后办理的各项活动 也许我就会慢慢的再透过一些转化 然后尽量的再把这些议题融入在我们的各项活动中 可以让现在新的小朋友们可以更加的容易去接触到这方面的议题 这样了解 所以其实生命教育的过程啊 其实真的是要从生活开始 也像执行长讲的跟馆长讲的一样 就是我们是尊重生命这一块 而且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种子之后 他们长大之后也会慢慢萌芽在心里面这样子 对我们这次再次感谢我们执行长钟欣宇跟馆长黄胜瑶 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一个 到底该如何带领小朋友去讲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对那我们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